因為上次TLEAR EM284 回想太大了 所以我現在幫大家簡單的細部介紹 燈光功能 還有一個驗電功能 有時候你在看到一條電線 你要剪下去之前 或是你要確認它有沒有電線 你可以做個驗電的功能 當然大家最期待的熱顯像功能 隨便一個檔位都可以 按下熱顯像開啟鈕 鏡頭的開關功能 它有個紅外線偵測的功能 大家繼續看 簡單給大家看一下它的選單系統 它有兩個模式可以選擇 IGM就是熱顯像模式 配合電壓偵測模式 然後這個 另外一個模式就是單純配顯像 你沒有要做其他電壓電流的測試 做個比對 所以你可以把旁邊這個電壓電的關掉 然後再來第二個選項 為什麼有黑白的模式 這個模式當面利用於說 你需要找到比較純粹的物體 譬如說只要熱或冷 它顏色有兩段 如果你不想要顏色分布了這麼多 就是讓你看起來整個圖面很雜 你可以選擇第一段 長模式就是會比較有漸層的感覺 你會覺得它的溫度是慢慢從哪裡開始 然後越來越熱越來越冷 有個漸層的感覺 第三個 VFD 這個就是跟旁邊這個功能有關係 如果你有開啟電壓偵測電流偵測模式 跟熱顯像功用模式 它就會有這個選項可以讓你使用 如果沒有就不行 最大的最小值就是 風值 電壓高低的風值紀錄 還有電流高低都可以 你按了一個特殊功能 它都會顯示在右上角 讓你知道說你現在做了什麼樣的 簡單來講是這樣子 當然它面表上有很多功能回去 可以慢慢研究 只是說一次講得太仔細 怕大家浪費它加太多時間了 然後我們關機器的OFF以後 記得因為鏡頭 雖然它有保固三年 不過鏡頭部分我們還是用一個 就是盡量把它蓋起來一面 讓它灰塵導入 當然它可以偵測電壓 歐姆 電容 二極體 碳棒 第二個元件 它的包包裡面都有 插上 轉到 溫度檔位 它這個有防呆接孔 你也不用怕插座 調到 模式 溫度 我們就可以做個溫度的檢測 這是它原廠附贈的配件 你看它們這個電錶 可以外接這個夾子 這樣子你就可以做個夾子的偵測 它送了這對二零夾 它連夾子的內部都有做防短路 它這個現金是600V的 然後它這個是可以抗1KV的高壓的部分 然後再來 這是架構配件 它叫TA72 本身它是可以裝兩顆AA的電池 可以有一個獨立的照明的系統 有三個檔位可以做選擇 線淨流至少有兩米的長度 有時候你可以做一個比較高空的電流的抓取 它使用方式當然簡單 看點都一樣 線圈檔位 外接CT 開 打開 這邊 大概可以量十公分左右 有效的 大概一般我們小電流 交流都可以很容易的去量測 300A最大值 這個正品 在外面我們賣價大概是1500左右 黃色盒如果有在注意我的影片 就知道它有多方帥 它的拉鍊 也是不是什麼YKK什麼的 就是正常FREER的拉鍊 很可愛 這個盒子就是電錶本體可以放這邊 然後探測放這 這邊可以放一些錢啊 什麼的 DM284 是你想要購買比較實用 現代的電錶 歡迎你 洽詢我們的 台北 桃園 高雄 當然 你也可以網路上跟我們的 網路小助手購買 全省一樣 保護三年